随着近些年中国职业格斗联赛的兴起,国内涌现了非常多的优秀拳手,宗世明、易隆、方便等人,凭借在擂台上的出色表现,被拳迷们尊称为拳王,他们之中都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土生土长的黄皮肤中国人。 但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,在国内还有一位黑人拳王,他本是南非人,后来加入了中国香港籍,不但在擂台上战绩出色,娶了一位貌美如花的中国姑娘,还表态希望代表中国出战国际赛场,他就是黑人拳王胡斯格鲁莎,万号黑色猎豹。 格鲁莎1982年,出生于南非威尔康市,他在15岁时,才正式接触自由搏击,但因为与生俱来的天赋,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,便拿到了南非国家级搏击赛事的第三名,后来他征战南非各大泰拳和搏击赛事,成为了南非泰拳和职业搏击中量级冠军,曾被一些媒体誉为地球上最具毁灭力的黑人。 此后,格鲁莎前往海外发展,他先后去到韩国、泰国淘金,取得了不错的战绩。 2009年,格鲁莎来到中国,他曾击败过徐炎、董文飞、陆广强等多位国内名将,与此同时,他还在2010年击败过顶级泰拳名将亚桑克莱。 在武林峰的擂台上,格鲁莎曾战胜董文飞,获得了70公斤级的拳王金腰带。 格鲁莎出拳刚猛,不乏灵敏,而且爆发力惊人,这让很多拳手成为了他的手下败将。 在擂台上充满眼性和男性和耳蒙的他,也因为出色的表现,征服了不少女性粉丝。 格鲁莎的中国妻子,也正是被他男人的魅力所折服的。 格鲁莎在一次香港比赛后,意外结识了自己的妻子。 当时他的妻子被他的表现震撼到,后来主动向格鲁莎索要了联系方式。 作为一个男人,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美女向自己施爱,当然不忍心拒绝。 就这样,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,让格鲁莎开心的是,他的妻子不但漂亮,而且家境殷实。 两人结婚后,他的妻子还帮助他在香港创办了自己的拳馆。 虽然格鲁莎的身边还是会有不同的女人与他合影,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二人的夫妻感情。 而且他的妻子还给他生了两个宝宝,长得与他非常相像,好在肤色却随了他们的妈妈。 如今我们经常能在镜头前,看到他们夫妻俩秀安爱的场面。 格鲁莎的妻子在谈起两人感情的时候也显得非常开心,她认为自己很幸福。 格鲁莎在擂台上非常刚猛,总有使不玩得紧,能够带给他不一样的安全感。 格鲁莎是一个健健康康的男人,不像很多中国人,往往都是亚健康的状态。 而且他们二人在一起也非常简单,彼此之间坦诚相待。 开了拳馆,娶了为貌美如花的中国妻子,还生了两个这么可爱的宝宝。 格鲁莎无疑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人生赢家。 请不吝点赞 те,汉子和动呂。